社群媒體、臉書、Facebook是許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臉書被批評放任假帳後散佈不實消息 但管了又被質疑言論審查標準不一 而且對美國以外的監管也不夠利 導致平台對年輕人吸引力降低、營收直直落 而最近曾經是矽谷當紅女企業家 也是臉書母公司META的營運長桑德伯格 突然宣布請辭成為國際焦點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桑德伯格究竟是怎麼樣的一號人物 他是如何成為臉書的二當家呢 大家好我是凱莉 歡迎收看本節目《人物放大鏡》 桑德伯格在臉書還有母公司META已經當了14年的營運長 目前他宣布將會在今年秋季正式卸下職務 不過未來會保留公司董事會成員的身份 這就讓外界很納悶啊 誒這個人不是讓臉書成長茁壯創立商業模式的最大工程嗎 怎麼會決定要離開呢 META執行長祖克伯 6月2號也在臉書上PO出長文證實這個消息 並說桑德伯格在2008年加入時自己才23歲 根本不懂怎麼進一家企業 使桑德伯格一手將臉書從一家消新的新創公司 拉拔成一個真正的組織 META能有今天的成就 桑德伯格功夫可沒 誒講是這樣講啦 不過華爾街日報報導 其實META的法務部正在對桑德伯格進行調查 理由是涉嫌挪用公司資源 其中桑德伯格會讓META的員工去處理個人事務 比如在他自己成立的私人基金會 還有在他出版的第二本書Option B時呢 協助宣傳工作 甚至還讓員工幫忙規劃他跟未婚夫即將舉行的婚禮 不過桑德伯格透過發言人否認了自己不當使用公司資源來策劃婚禮的消息 META的發言人則是強調 這些都跟桑德伯格要立志的個人決定無關 無論如何這些負面消息似乎都還顯示 桑德伯格今年在META的地位已經大不如前 現年50歲的桑德伯格1969年出生在美國華盛頓DC一個猶太家庭 父親是顏科醫生母親在大學教法文 桑德伯格從小到大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 1987年進哈佛大學主修經濟大學論文寫的是 經濟不平等如何導致配偶虐待 並且推動創立了一個名為經濟和政府女性的組織 儘管如此桑德伯格強調自己並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而她在處理組織事務的時候展現出驚人的管理能力 主持會議時從每個人的名牌食物到日程的安排 通通沒有出過包 從這些細節就可以知道桑德伯格是個做事很嚴謹 而且能力非常強的人 199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後呢 桑德伯格又回到哈佛商學院攻讀MBA 1995年取得學位後在麥肯錫公司當了一年的管理顧問 隔年桑德伯格的論文指導教授薩莫斯 當上財政部的副部長他就被研攬為幕僚長 一直當到2001年薩莫斯卸任 那當時民主黨在大選中失利喔 桑德伯格決定搬到矽谷加入當時的科技熱潮 當時還默默無聞剛成立三年的Google 馬上就向他招手 而且每個禮拜都打電話邀請他加入團隊 桑德伯格到職時 Google的廣告銷售AdWords部門只有四名員工喔 但經過他的管理之後呢 部門沒多久就開始賺錢 團隊也擴大到四千人 2007年桑德伯格在一個聚會上碰到祖克伯 他們聊了一整晚 沒多久祖克伯就決定招攬他擔任臉書的營運長 讓他一瞬間成為戲谷的超級明星 華爾街日報指出 祖克伯當時非常信任桑德伯格 有很長一段時間 兩人在臉書的地位幾乎是平起平坐 像有兩個CEO 桑德伯格也沒有辜負人家對他的期望 大家應該還記得臉書剛開始是沒有廣告的吧 那時候臉書還沒搞清楚平台該如何賺錢 桑德伯格就開始針對客戶的位置 興趣來投放廣告 大家喜不喜歡當然就見仁見智啦 但臉書就真的開始發大財了 桑德伯格也被賦予更多責任 從法律公關內容審核到與各國打交道 都是他的管轄範圍 採訪過桑德伯格的記者透露 私底下的他非常熱情 友好聰明而且迷人 但同時他也非常懂得如何應對媒體 就算問他很難回答問題 你也會得到一個準備充分非常完美的回答 桑德伯格把自己打造成商業名人 也為美國企業界的女性主義者 輸了一個典範 2013年他出了一本書叫 挺身而進Lin-In 應該很多人都讀過 他在書中指出 阻礙女性擔任領導角色的 歧視女性自己 他也鼓勵女性不要自我設限 應該要無所畏懼放膽去做 並且勇敢替自己發聲 雖然有些人批評他太過於精英主義 不是普通女性的困境 但這本書還是賣到翻掉 半年就賣了百萬本 接著桑德伯格就開始受邀 去畢業典禮演講 也上電視節目跟歐普拉 這樣的大咖聊如何成功 除了講職業生涯外 2015年桑德伯格的丈夫 突然過世 讓他陷入震驚悲傷和痛苦 桑德伯格就在網路上 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並把喪夫之痛寫成第二本書 另一種選擇Option B 然後又大賣 桑德伯格當時紅到 許多人都在猜測 他接下來會不會成為迪士尼的CEO 還有人認為他可能會參選公職 成為下一個加州州長或希拉蕊的財長 這些討論都顯示桑德伯格的影響力 不過很快的臉書彷彿從天堂掉入地獄 美國前總統川普2016年當選後 很多人就把矛頭指向網路假新聞 對選舉結果產生的影響 質疑臉書在大選中所扮演的角色 那時還傳出了俄羅斯的特務冒充 美國人在網路上發布 具煽動性的假新聞企圖干預選舉 但足克伯卻淡化了這件事 並否認了這個說法 而且他也一直強調 臉書只是個平台 並不想對內容進行監管 但到了2018年又爆發劍橋分析事件醜聞 就是英國數據公司劍橋分析 2013年在臉書上推出一款免費心理測驗的APP 在未經同意下搜集了臉書5000萬用戶的個資 這家公司後來還被川普團隊 雇來做競選的數據分析 於是臉書就被大家罵爆 覺得他們怎麼可以默許第三方機構 搜集用戶的個資 這些醜聞呢 讓桑德伯格成為眾矢之地 因為就像剛剛提到的 內容審核和執行也是他管理的範疇 接著桑德伯格跟祖克伯逐漸的冒合神離 桑德伯格還曾經在會議上被祖克伯罵 讓他很擔心自己的飯碗不飽 2006年以前公司的大小事項有一半 都要透過桑德伯格向上承報 再由他跟祖克伯打聲招呼來塵案 但後來變成每一個人還是要去跟祖克伯匯報 雖然祖克伯聲稱桑德伯格是他很重要的合作夥伴 但他在公司的地位卻是逐漸下滑 有一種快要被架空的感覺 甚至到後來臉書把母公司改名叫Meta 把發展方向重新定位在元宇宙 桑德伯格也幾乎沒有參與過元宇宙的會議 桑德伯格私下跟朋友透露 他覺得精疲另進 越來越覺得自己被當成出氣筒 如今臉書的廣告收入大不如前 收入增長是十年來最慢 曾經超風光的桑德伯格如今黯然下台 也象徵一個時代終結 桑德伯格曾經把這個發跡於大學的小網站 大算成地表最大最有影響力的科技公司 讓他成為一台印鈔機 但他還留下一連串關於內容審核的質疑 像是為何臉書做得不夠 為何沒有盡一切努力防止傷害等等 那這些呢就有待各界去評價了 好了今天故事講完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也可以訂閱LINE Today的官方帳號 還記得每天把重要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歡迎錯過了到LINE Today的國際欄目裡 就有我們所有的報導 融合放大鏡 我們下周日見 掰掰